方式 这里也是教宗的家 放弃教宗的家 你们爱他吗? 爱他 我们之前有教宗 现在他想要祈祷 然后用这个方法 为奉祷 现在他想要祈祷 他说 Bentu原来 有一个 一个言给大家 因为 饭祭刚刚来了 所以这个是 Bentu经是寫好的 我们很高兴 因为是第一次 我们看到两个教宗 有爸 你们很幸福 因为看到这个 立志性的事情 我们也想要祈祷 很高兴 对 还有香港的 书记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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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帅首席的主席 欢迎订阅 我们是我们帅主席的帅帅 还有他的司令秘书 Donato 神父在这个角落 还有 Ivan 神父 神父跟兄女们准备这个地方 准备得很好 在哪里 在哪里 我只想跟你们提 两句话 教宗原来写的事情 我告 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 曾经去过 或许四千 有人吗 有没有 现在 现在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幸福 为他们书记得 在那个玛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到 当基督徒是很喜乐的事情 像菲律博人前书 保禄中都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在主内常常喜乐 这一次的旅程比较长 比较远 三十个小时的旅程 到八十里 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 可以去那边 我们是世界的另一面 教终说在世界第七 今天我们有点提早 那个将来的事情 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耶稣神像 那个耶稣救世主的神像 它是那个城市的象征 又是巴西全国的象征 这个基督的 他的雙手是张开的 为了欢迎所有的年轻人 要去参加 所以每个年轻人 都能听到 耶稣对每个人的爱 祂的父亲 祂的父亲说 祂的父亲说 世界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今年是信的年 在这个信的年当中 我们想要活出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 然后祖宗要求你们 通过耶稣基督的信息 你们去然后让所有的民族变成基督的信仰 所以祖宗提供给你们这个当中的信仰 你们去然后使万民变成基督 那我们问自己怎么能够做得到 因为不容易吧 我听说在台湾只有1%的信仰 那么我们去世纪 Romans 最后一处99%没什么 但是走了 中国大人的信仰 你怎么办 不可以自己的信仰 因为我们专门的人 但我们不断了 但是我们不想抢乱一点 知道 只有我们知道这件事 耶稣来到这里是因为祂是真理道路跟生命 你很棒的读者 你很棒的读者 那么如果我们的读者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读者是这样 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的读者是这样 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曾经听过耶稣的教教 如果我们有信仰 我们要有一个热火 一个热情 对耶稣的热情 然后年轻人可以爱耶稣的热情 但是要先做 再说 先行动 再说话 因为耶稣开始行动 再说话 所以如果我们要培养我们的生活的团体 我们的信仰的团体 活出耶稣的道理 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们在团体当中所体验的 那个圣言的体验分享给别人 爱着所有其他论质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爱所有的其他论质 有很多其他论质